世界衛生組織十四號 將市面上常用到的代糖 阿斯巴田 列為2B級致癌物 意思是對人體的研究 致癌性證據有限 動物實驗證據不充足 可能為致癌因子 而每日容許的攝取量是 每公斤的體重最多 攝取四十毫克 阿斯巴田是最常見的人工 甜味劑 甜度非常高 將近蔗糖的兩百倍 但卻幾乎沒有熱量 常用來取代高果糖糖漿 蔗糖或焦糖 作為代糖使用 市面上有將近六千種商品 添加了阿斯巴田 像是牙膏 口香糖優格 咳嗽藥水 以及許多標榜林卡無糖的可樂果汁 儘管這種化學物使用如此廣泛 但從一九八零年代問世以來 阿斯巴田的安全性一直有爭議 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兩大機構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委員會 在對全球數千份科學研究進行分析後 14日宣布把阿斯巴田列為2B級致癌物 意思是對人體研究的致癌性證據有限 而動物實驗的證據不充足 可能為致癌因子 同屬於2B級致癌物的包括了有蘆薈萃取物 亞洲市醃製蔬蔬菜木工工作等300多項 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攝取安全上限 要按照個人體重來計算 每一公斤40毫克 營養專家特別指出 家裡的飯桌上最好不要擺放含糖的碳酸飲料 以免讓孩子養成愛吃甜的習慣 此外還強調有大量的證據顯示 甜味劑對減肥無效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譯